建商倒闭宛如骨牌效应 截而连三传出未爆弹 日本经济新闻报导 中国另一家地产开放商SOHO 今年上半年净利润 比去年同期暴跌93% 集团净资产负债率达到42% 财务状况令人堪忧 可能成为下一个破产的建商 而且SOHO中国还有42亿多人民币借款 现在也可能发生交叉违约 该公司还警告公司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未来业务是否能持续经营都是疑问 连国营开发商都可能被这波动荡波及 北京赶紧出售给市场压压惊 中国官媒《经济日报》18号发文 以化解房企债务风险要有定力为标题 强调化解风险不可一蹴而就 希望市场有点耐心 只是官媒动之引擎外资似乎不领情 不止外资上演出淘忌 野村控股公司宣布下调今年中国经济成长 从5.1%降至4.6% 专家分析房市表现是影响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关键 若未来消费力无法提升 中国经济恐怕进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新新闻李美杰周成为报道